城市周边游 短期游 周末游 农家游 这些从前跟这片山村不搭劲的旅游词典里 也都纷纷出现了铁岭县樊梨花村的新名字 这个因乡村旅游而生的铁岭最年轻的村落 彻底换了容颜 山还是那片山 田还是那块田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被吸引到山沟里的樊梨花 圆自己的田园梦也好 体验休闲农业的惬意也罢 那些慕名而来的人们见证了 也见证着 樊梨花村里的乡亲们用手巧心灵 拨洒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到咱们樊梨花村这个农家院 都得吃这煎饼卷大葱 那我就不客气 这有哪说的吗 有这句话吗 煎饼卷大葱 干啥啥成功 煎饼卷大葱 干啥啥成功 我今天说了这句话 我也是就着这口煎饼 不爱吃 你得吃点 是香 是不是好吃 特别好吃 那我今天也就是借着这口煎饼 我祝山翻这花村也是 哄哄我 干啥 啥成功 好 来 来 吃 我给你加点吃鸡蛋 快 快 谢谢大姐 如果说山沟里的樊梨花 这个因旅游而生的新村庄 拨洒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在广袤的辽北农村 更多热切的希望 正被以另一种方式 拨洒到这片卧土上 她叫蓝玉华 是昌途县大寺家子洪新村的织布书记 地道的庄稼靶市 小满后的一周 村里稻田央苗叉得齐不起整 是牵挂在她心里的一件大事 一亩多多少钱 是不是这一把 我那一亩多多少钱 六十块钱 一亩四十块钱 你就不会算钱 你就明年就咱就全各级 因为是早些年旱田改的水田 这几年效益一直不错 村上动了继续推广的心思 但也怕看走了眼 汗改水之后 村里人收入受损失 村支部书记蓝玉华 这两天就对眼前的这几块水田 格外上了心 但蓝玉华心里 却还揣着一件 更令她上心的事 因为今天 是蓝玉华参加县里组织的 一村一名大学生学习 毕业前的最后一次 民主测评的大日子 边框边楼 全在收口 村里人的态度 直接决定了蓝玉华 能不能顺利毕业 我都没出摸的 头领长的 我就管叫蓝胖 以前其实我请搜 一叫我叫胖 到时候来就叫我有点啥事 那是有求必应 这个从小 乡亲们看着长大的蓝胖子 在村上这几年 到底干的咋样 乡亲们人人心里 都有意敢秤 全部优秀 顺利通过这次测评 下面对蓝玉华同志 表示热泪不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